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知道这次事件的起因是在于法福跟三家律师之间对于案件的这个接案以及计算的方式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我在97年5月的时候加入法律辅助基金会 那在97年11月的时候我就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谈说倡议建构公民诉讼的法律辅助制度 那当时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行政诉讼法把这个相关的环境法规的这个公民诉讼纳入这个公益诉讼的辅助范轴 那这个公民诉讼里面其实也赋予一些公益团体可以就相关的公益事务提起公民诉讼这样的一个权利 但是在法福的制度里面却对于这样的公益诉讼的制度的建制并没有相对应的一个辅助的机制 所以我在97年加入法福之后我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就写这样一个文章 我们现在的法福基金的这些负责人呢 他们是不是因为觉得林三家律师协助很多弱势者来对抗国家机器 所以觉得呢这个林三家律师实在是太麻烦了 搞不好他们自己也接到很多的这个压力 搞不好你们法福基金会律师是怎样啦 所以呢我真的是合理怀疑 这上面真的有问题 那么我想在制度的建立是很重要的 也许在这个制度建立之前有一些例外的方式可以沟通 但是这是人质 这不是一个组织永续经营之道 那么如果法福今天能够设立一个专职的环境法的中心 那么针对这种像中科三企或是三家律师首相的很多其他的重大的公益案件 性质可能跟一个一个的个案比较不那么相似 不那么能够扣合的案件 有一些其他的有一些制度化的建制的结案跟计算的方式 我想这个不论是对于法福这个组织或是以后 或是三家律师像这样子的律师 他们在做事的时候是可以比较有所依评的 现在的执政当局甚至法福里面的某些董事 你认为说林律师现在所走的这些行政诉讼的案件 他的目标是我们的政府 你觉得你没有这个勇气 没有这个担当来接受林律师的挑战吗 人家常常在说做得好不怕挑战 所以我希望法福能够重新再思考一下 林律师确实是我们社会大众大家公认的公益律师 谢谢 WC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